好的 我們要來關注到這樣的消費糾紛 有人花了錢要買 在宜蘭投城烏石港的賞金船套票 這個套票裡面 他們就告訴他 標榜是50噸級 而且這一艘船因為很大 船身很穩定 可以減少搭的不是 但是實際卻是採排班制 是依照現場的人數出船 結果在當天 他就搭到了並不是所謂50噸級的 是19噸級的船 結果就超級搖晃 甚至他還吐了 也沒有救生衣的穿著教學 也沒有查驗陣線 讓他覺得這裡面當中 他到底有沒有保險 那在今天 這個漁船的業者就回應 是因為成本跟調度的考量 所以才這樣的排班制 那只要有上船 他就一定會買保險 那這樣的做法到底合不合理 其實很不合理 因為當時在買這個套票的時候 就告訴大家說 買的是大船 那其實這樣的行為 早在二零零九年就遭到公平會認定 是屬於聯合行為 是違法的 一下船 遊客就衝去櫃台找售票大捷理論 搭上金船搭得一肚子氣 因為售出購票紀錄 明明買的是五十頓廠 金船 卻達到十九頓的小船 起得說整趟航行都在吐 他的這個船身的設計 有助於減少暈船的不適感 暈船 暈到我們吃飯還在暈船 到最後我們就只能回去好好睡覺休息 當然很不爽 遊客憤怒搭船規則 根本都是業者在訂 上網仔細比較 但到現場卻是業者 隨意調度安排 相當不滿 當事業者解釋 漁船互相調度是很正常的 不過早在九十八年 這樣的聯合行為 投城區漁會就已經被公平會認定 不合法 罰了一百多萬 但沒想到負責輔導的單位 投城區漁會至今還認為沒問題 漁會表示這樣的行為是調配 強調不是壟斷 只不過民眾出遊上網懸賞金船 到了現場可能不是自己喜歡的 恐怕也讓民眾一肚子氣 華時新聞 宜蘭報導 感謝各位 再見 我是林一文 想要關注體育的朋友們 記得收看五二動起來 然後還要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 趕快按讚訂閱開啟小鈴鐺